歡迎光臨跨界大銀家 我是銀婷 遇到新興的事物 大家總是會覺得非常的被吸引 而且心情很愉悅 所以這個心情呢 從新興的事物跟新款的車子呢 我們來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我們來看看好久沒有辦車展了 包括日內瓦車展也沒有了 那台灣的部分呢 也大概三年多沒有車展了 所以大家以前都很期待說 到了這個車展裡面的Car Show 可以看到各個品牌最厲害的Hero Car 那這一件事情可能已經漸漸的不復健了 因為每個品牌在做這個品牌的經營跟行銷的策略呢 也因為疫情過後做了一些調整 不過幸好呢 近期在日本東京有一個車展 以及在韓國首爾也有車展 那今天呢 我們當然主題不扣在車展 而是找出車展裡面的新鮮事物 前一陣子呢 我們的這個製作團隊 也是前往了韓國來做拍攝 那這次韓國首爾車展裡面呢 還蠻特別也別開身邊的看到的是 有一隻機械狗的路上巡邏喔 那這個機械狗其實過去 大家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影片呢 認識到它 它不只是巡邏 而且呢 它是可以幫忙顧好周邊的環境 那甚至如果你對它進行攻擊的話 因為它絕對不是只是一個長得很像狗的形體 然後走路啊 跑步跟狗很像而已的一個機械狗而已 它其實也會進行攻擊跟捍衛 甚至呢 可以找出嫌疑犯 那這是一個新的科技 在改變現在新型態的汽車展覽 那同時呢 在車展裡面呢 我們要來看看 這次比較別開生命 因為在台灣目前也還沒有上市的一台神秘車款 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KIA的EV9 一台完全吃電的電動車 一台可以坐到七人座 可以坐到三排的大型的MPV的電動車 一台第二排可以椅子轉向的電動車 所以有很多的新鮮事物喔 包括了它的第二排椅子喔 它不是只是可以往後轉 它甚至可以往外轉 往外轉之後呢 你也可以左邊右邊調整到最適合你的座姿喔 就是車子在停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定點 然後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你加一個鞭帳 或者是搭一個帳篷出去 這個車的運用呢 就可以更廣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台 全球首發的EV9 有哪些特別的新鮮事物 你好 我又是我的老坑喔 因為我只會這樣說 啥這樣喔 嘿 現在這個這幾年的車展呢 越來越少了 幾乎可以說是已經是絕種動物了 就是因為車展沒了 好 那台灣的台北車展也沒了 但是就是疫情慢慢復甦了 前一陣子東京車展 我想很多的專業媒體都到現場 那今天呢 我們的同事跟好朋友們呢 全部都聚集在首爾車展現場裡頭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久很久沒辦車展 所以這回出來呢 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 尤其是我們大家 尤其在台灣的消費者 也很期待的一台車 就是一開始要帶我們看的EV9 所以我先跟Eddie哥 還有葉明德大家保護 哈囉 阿娘 阿娘 你好嗎 那因為這個真的是別開生命嘛 我們的眼睛 我的眼睛就代替大家的眼睛 我們一起到前進我們的現場 你們現在在主舞台上面 今天有主場的全球手吧 昨天是那個 Youtube手吧 大概講了規格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現場看這個整個簡報 沒有講數字 台灣很愛講數字 測長測看多少 實戰率多少 我這個什麼什麼 續航里程 在這個主場反而講設定 完全講情感 完全講虛情感 沒有先講續航里程 那時候葉明德身為台灣的代表 你應該舉手問 對啊 我沒有 我那時候線上我有問說 會不會有出性能版 他們說會啊 對 基金版 而且他續航里程已經很棒了 說真的 不太會有里程焦慮 其實你知道 我們現在站這個角度一直分心 因為人家 說什麼 人家韓國媒體有媒亞在拍第三排 對啊 董哥也來加入我們 我們這麼正氣 浩然正氣 然後我們這樣對不對 董哥一直晃一下 在看車 那我們就來欣賞一下 這個是Kia這一次的主秀 全球首發的EV-9 我相信 因為台灣很多消費者在等EV-9 EV-9相較於EV-6 大很多很多很多 這台車就是用來載家人的 然後全家去做任何事都可以 距離你想買房子的頭款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的話 我覺得買一台EV-9 當家也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它裡面供電 然後轉過來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它是一個 我覺得很適合車速 規格訴求 其實是六人座跟七人座都有 然後特色是中排 來 我們由德哥示範 中排可以轉過來對座 對座本來就是一個休憩的view 那我們看到這個椅子 其實安全帶是在椅子上 所以就是安全帶跟著椅子 安全帶跟著椅子 所以你就是對座也OK 因為接待的時候呢 比較可以聊天 或者是對那邊聊天氣氛比較好 這個車家庭休閒上 比較符合啦 商用車還有別的車子可以用 就是它沒有那麼商務感 但是它有一點家庭的氛圍 譬如說你第三代同堂嘛 長輩就可以跟你對座 不會那麼孤單 對 它在示範移動的 它是 它有一隻喔 有一隻喔 有一隻喔 有一隻往橫撥 橫向撥的旋轉方式 像這個操作我們也以前沒有看過 你這樣如果不能把橫向撥動 對 會被抓去旋轉 在這個拉餅上面這個 有一個餅 好特別喔 對 你看 真的很特別耶 還可以對外 像影音姐她的副業是小融資 然後有一些她的客戶 面台 然後幾個月沒有還錢 然後她就讓她的客戶坐 對 她就坐這裡 然後這樣辦公 客戶跪著這樣 德哥你這樣子真的好適合去釣魚喔 我去釣魚 就坐在那樣子 然後釣竿拿出去啊 釣竿拿出去啊 釣美人魚啊 釣美人魚好啊 我真的很少看到有這樣的配置耶 原廠有追養員的SUV 你也不太常見 它的開口很大耶 對 門的角度很大 長輩上車 現在示範長輩上車 現在是長輩喔 長輩我幫你拿包包長輩 你們就這樣欺負童哥好了 他們說要讓童哥示範長輩上車 長輩你 長輩你不太利落 長輩 他高度有點高耶 對不對 所以有把手啦 有把手上車 直接把手啦 還好啦 童哥其實不用把手也很OK 但是長輩用的把手就很便利 覺得那椅子的海綿 厚度應該是很厚的 因為我剛剛看童哥坐是有 有一點微微陷下去 可是側面看它挺有個厚度耶 應該坐起來感覺是不錯的 你看它是中排耶 可以又可以左右 你知道嗎 在第二排 可以左右耶 又可以 最像又可以 這樣就住了 所以如果身形比較快 比較胖的人 他可以把椅子移到 中排的中間一點 然後他的左右兩邊 就是可以很寬 有個空間 現在看到的是尾根 對 我的鏡頭這邊到尾根了 對 它有一個三叉 EV太尾根 長的是這樣 這樣耶 這樣耶 這個很想設計 EV9它在現場有溝通一個就是 它的設計感是 是相當的注重 超漂亮喔 跟我們的過去的認知邏輯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前會覺得 燈是燈嘛 頂多拉一點出來一個L的樣子 就已經滿有變化 我們要來看一下 電動感 開了開了開了 對 然後電動 椅子是電動盤 電動收折 電動收折 它是那種有質感的 緩緩的收起來耶 如果是我比較急性子 我希望我一拉下去了 好 隨便 隨便 洪哥說他沒有做別人 你別想做啦 按一次是下 然後按一次是平 再按一次是上 同一個按鈕 對 同一個按 所以它的上跟下 是同一個按鈕 對 只是 看你按幾次 後面的空間很平整 可是打開下面 還是有一些置物的空間 欸 那個蓋板打開來上面有一個 那是什麼 勾子 就是杖板可以往上勾到上面去 往上勾的勾子喔 對 是滿有巧思的 統哥在做什麼 要不要 先不管統哥 而且你兩點鐘方向 要粗魯一點 等一下 葉明德 什麼先不管統哥 先看兩點鐘方向韓國女主播 真的很過分耶 剛剛有示範吧 第三排往前躺平對不對 如果第三排躺平 空間就整個很大了 而且他注重這個平整性 也適合車速 羅哥剛剛在講 就是說 如果因為帳篷嘛 之類的 然後改裝車要這個圓冷 圓冷嘛 所以如果以為你是電動車 直接開冷氣 開冷氣就好了 不用再裝什麼系統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這個對露營來講 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所以羅哥剛剛提醒我們 說不用在門什麼露營車 不用賣什麼 改裝什麼冷氣 都不用 一台車 直接就可以 一台電動車 對 烤箱什麼就直接過去了 然後也不用像以前 什麼住人這些 觀念不太一樣 邏輯不太一樣 那個 你現在畫面停在那個尾燈 真是夠漂亮的 這是歪自行下來 要長腳這樣子 很特別 就是很講設計 所以你的前車在煞車的時候 它這邊亮過來亮 所以你的前車在煞車的時候 它燈條是這邊亮過來亮過去 亮過來亮過去 亮過來亮過去 而且這個不會 好複雜的燈喔 沒有啦 這個而且不會像 大家都學那個 會貫穿式 這個 腰線 你就是說拿你的腰線 我說左邊的腰線 腰線剛剛好喔 剛剛好 你幹嘛拍韓國女主播 葉明德不要影響我們 攝影的鏡頭好不好 大嫂剛剛那個運鏡的是葉明德喔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冤枉啊 我死人在這裡 守在這裡 目前為止啊 好 媒體很多 那我們台灣媒體 我們就刻意先等韓國媒體散一點點 現在終於可以看它的長相了 之前我們有看過 國外的一些影片 那現在本尊在眼前 它的臉好素喔 但是真的是有設計感 你知道燈衣出來了 設置的動態 隱約可以猜得到 這個車其實在尺碼上呢 蠻驚人的 台灣可能這個車有點太寬 算大台啦 算大台啦 你會覺得好像美國人在開的車 對 但我個人覺得 這個KIA跟現在 一向就是美國市場 所以我覺得隨著這個 車身尺碼的需求 跟這個 大家越吃越重 大尺碼是必要的 但在台灣就要看一下 這個車寬 你在向道中方不方便 但是車寬的好處 一定就是寬敞 舒適感一定夠 整場的這個設計 是一直都在講舒適 跟這個所謂的設計兼具 又重環保 所以我覺得這些概念 車頭也是 這樣說 他講了啦 這個Tiger Nose還是要載 所以非常的 不是隱形版 就是比較 可愛的隱藏版Tiger Nose 高階版還有這個 車頭寶感的這個 所謂的LED的變化 不過這個好像要用 OTA來購買 就是線上商店來購買 這個車另外一個突破 就是OTA 可以下載更新配備 可以下載 可以從OTA選功能買 這樣子 目前是 他說開放三個 一個是串流功能 的開放購買 有串流功能 一個是車頭的這個 車頭燈型 有車型變化 另外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自動停車 你要用線上買 就是很新世代的概念 溝通概念 好像就是說 移動啟發人性嘛 好確實這個移動 我們比較大的重點在 坐在車子裡面 它的舒適度 就帶家人出去 然後 真的把它變成一個 家的那種概念 設計上面 溝通的語彙也有點 放給這個消費者 自己喜歡的樣貌 自己透過OTA去做購買 不一樣的呈現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那個線條 你會覺得是硬線條 但是是有設計感 那其實實車 如果你選深色 你會覺得很霸氣 那事實上呢 等於比之前的概念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更驚訝 因為之前概念的時候說 它的形式里程 四百八百 那實車是五百四十一億 就是Long Range 可能買這個車的人 對高性能的需求 有些會有 但比例是少的 但對Long Range 可能會相對比較高 我覺得它整個就是賣相很好 在未來電動車世代 他們等於先賣相了一個大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成功的做法 不管實際上消費者真的需要這種 更有動力的規格的人多不多 但是你會期待嗎 我會期待啊 可是這麼大台耶 風阻是很漂亮0.28 可是這麼大一台 你要怎麼樣去激發它的那種 很棒的操控力 不是重點是平台 因為它的那個1GMP本來就不錯 1G2操控你不會覺得不好 對 那它放大以後它的電池一樣是放在底板 而且坦白講重心是低的 不是說它大台就已經操控不好 我之前跟童哥去試XM2.7噸 因為不會覺得操控不好啊 開起來嚇死了 所以現在已經重量都不太是問題了 那這一台有沒有後輪轉降 沒有 也許它後來小改會推出啊 誰知道 但目前是沒有 沒有特別強調 左邊這個叫GT Line GT Line 另外一台 它的燈就是我講的 保桿上面的燈 我們剛剛看到白色 就是一個素顏的EV9 我抱歉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你看看現在有了給它靈魂之後 它的眼神出來了 它的前臉開始可以加點腮紅 畫點重畫這樣 很好看耶 而且藍色色色很好看喔 完全就是覺得 正面的樣子不一樣了 然後它的那個頭燈啊 也是跟尾燈一樣 不走一個我們習慣的樣子 很有設計感 細長 然後走彎路 這個是比較高階GT Line 比較高階的 應該是四驅百 那這樣實用性就會更高啦 因為你開車出去玩的話 然後到目前為止 因為車子長得這麼大 一個超過五米 那它的腳也長得很大 因為從視覺上看啊 會覺得第一眼 除了它的長相之外 你就會看到它的腳超大的 特重 這個車大概二十一吋 就是一個美國市場需要的 拖船拖一些 露營車 對 拖一些東西 拖一型的 加一個拖車勾 這麼大一台再加一個拖車勾 這樣成何黃 後面掛一個Airstream 這是 二八五四五二一的全 二一 前後都是二十一吋 到RS6 對喔 性能非常非常 性能車才走到這種路線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韓國的全球首發 到時候進到台灣的這個 配備大概也會有些調整啦 因為台灣可能買這車的人 可能真的也是像家庭訴求 所以二十一吋可能 比較務實的家庭會猶豫一下 有人把它的前面的 行李蓋打開 小小的一個登機箱可以把 我看不看 欸 它裡面應該是放一些 如果你對外充電的時候 鋁充的箱會放在這裡 有時候車沒電要救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是 機動車沒電 有時候用救車的方式救起來 就是講的這個前臉的這個燈型 就是所謂付費購買 就是車型燈型會變化 那基本車型就沒有這個錢包感 應該是前車頭的燈型變化 就這樣 這個車就講究內部的乘坐的舒適 所以就覺得還好啦 主要是這個對象 能夠對椅子能夠轉向 然後再來是平板的放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方便的一些 家庭設計 你覺得坐進去舒適度如何 然後跟第三排 因為第三排你們還沒有時間去坐 太多媒體了嘛 童哥是有試著要趕走一個啦 然後後面就有人牽著坐 我們還沒坐到 對 為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 我們真的很用心喔 謝謝你們去把大家趕走這樣 那葉明德你常常都有二勢力 你敢不敢去坐駕駛座 駕駛座應該還好吧 哪有什麼不敢走啊 不要動在頭巾 你看我講白語他都聽得懂 謝謝你 不要動我頭巾 接下來那個儀錶板 還有車士 駕駛座的樣子 坐進來了 讓人很期待 對 我跟你講這台車喔 它真的裡面 裡面就是EV 你看12.3 12.3 中間還有一個五寸的 啟動鍵按下去EV 然後它的這個排檔啊 是用轉的 還有Driver mode 跟那個Terror mode 就是它可以越野 在這邊還有看到Snow 有沒有看到 我們來再讓大家看一下Snow 還有Auto Snow Mod 然後Set 很多種模式 它的那個模式 全部都是透過方向盤上面選喔 全部都在方向盤上嗎 本來都可能在中排嘛 排檔座 可是排檔座沒有了 變成一個中央的扶手 跟支援空間 沒有排檔座耶 就是中控那一區 整個就是變得很單純 就是空了一個空間出來 這樣很好啊可以約會啊 所以所有東西都長到方向盤上 對啊 這個 這個中島還不錯 可以放很多東西 就是譬如說你約會所需要的 零食啊 飲料啊 它的天窗怎麼只有一半 我現在目前看到 沒有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 前天窗後玻璃版的 對 後玻璃啊 後不是天窗 玻璃設定 後面是玻璃 它還有HUD 也有HUD 也有看到 普通啦 沒有特別大 普通 剛才後面啦 五吋 五吋 它中間面滿滿大 對 然後中島也不錯 中島這個滑蓋可以 可以拉 方向盤是不是中間的地方 也有層次 它駕駛座也還有腳 還有腳的那個 因為後面有人啦 我不能那個 我會被 他一定在推我 他可以平常 對 可以平常 對 他們因為他們也在拍 你知道我幸運 但是我不能講出那四個字 詠春 夜溫 我今天只是來看車展 這四個字不能講 欸這個真的很好約會啦 這個兩個開去 可以躺頂了 對啊 可以躺頂喔 我朋友 Sean 都很想買 他說他女朋友 會很喜歡這一台車 回歸正宗齁 就是通風跟加熱 還有方向盤加熱 座椅加熱 通風 中普手也不做了 都不在門上 所以其實它很簡潔耶 就是說他要做任何事情都是 第一個方向盤 第二個門板 然後駕駛就可以搞定 所有的事情了 然後接下來中間就是 像家一樣的置物空間 然後 副駕那邊就相對單純了 他就是門板上的一些 記憶座椅吧 然後這次的首爾車展 我們也要請教幾個 專業的總編輯們 跟我們分享一下喔 其實一早有看到其他品牌 那今天看到喔 好像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賓士的展區 還有一個 Only for 韓國的 一台G-Car 對不對 那個是玩具啦 那個是跟Munker合作的 它裡面是 就是一個模型 就是 羽絨的輪胎 跟那個架子 對 那個是玩具 那不是真誠的 但是有兩種G-Car 一個是趣味的G-Car 一個是賓士的G-Car 兩個G-Car不一樣 現在中心的G-Car 兩個G-Car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EQ-E的SUV 有出現的 EQ-E500 然後它的MyBar MyBar是S680 好久沒有看到車展 覺得好像 恍如隔世 在地的市場比較激情 像這樣子做的 除了幾個比較 就代表性的品牌 賓士、BMW、MINI 然後寶石捷 比較強勢一點 可以做比較主導 其他大概都沒有什麼來展 我們首期的 所以台北車展其實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環境 看他們把一些主秀Hero Car推出來 那很期待 因為接下來你們還會再稍微逛一下 那有其他品牌 不一樣的車款要分享呢 我們就隨時跟大家 做連線報道囉 我們再連線 好謝謝Eddie哥 謝謝Zierra 謝謝同志 好有空再來喔 拜拜 有空再來喔 拜拜 拜拜